欢迎大家加入这节一天视节点新闻 大家午安 我是熊云 那么今天又要再度邀请大家 一起加入我们防疫特别报道 好 今天我们的防疫最前线的同时 还是有开放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027745 9891 所以如果说呢 大家在网络上面真的是看到太多消息 是没有办法分辨的 然后呢 有很多错误的误导消息出现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邀请到专家帮大家解惑 所以呢 随时在收看电视的同时间 可以吸收新的防疫知识 我们的专心再重复一次 027745 9891 今天有邀请到专家来到现场呢 帮大家做第一手的报道 好 我们先欢迎到这位专家 我们领口长跟读物科主任 严宗海医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之前在很多采访场合 都有遇到过医生 那今天医生呢 本人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所以大家如果呢 认为说这款病毒 真的有够毒的话 然后甚至觉得说 这款病毒到底该怎么防 才是呢 可以把它防到滴水不漏的 我们等一下 欢迎大家呢 致电进来 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医生 好 再讲我们最新疫情之前呢 有好消息 现在好像几乎没有消息 就是好消息嘛 因为台湾呢 其实首在18例都没有被突破 这个突口 甚至呢 现在第二例 已经准备要痊愈 要出院 我们来看看 有讲啊 他今天早上 其实在看诊的时候 就已经接收到这个信息了 台湾第二例 现在是痊愈的状况 有机会可以出院了 但医生你自己本身 会比较担心说 这款病毒的毒性 很厉害 是因为你可能痊愈了 可能又会被再度感染 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忧心吗 对啊 其实这样在媒体上 还有在一些科学区刊 大家都在讨论说 其实如果我们民众 得到这个武汉的肺炎病毒 治疗好或痊愈了 将来会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说 他就有完全抵抗能力 将来不会再感染了 或者说将来 搞不好再遇到抵抗力不好的时候 又再重新发作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啦 应该说我们的医界 对这个一些新型冠状病毒 其实我们对他的 很多机转都还不清楚 所以这有待观察 不过早上我看到这个新闻 还蛮高兴 我想说这是国人之福啦 就是说我们第二例 抗腹出院 然后我想将来 他抗腹出院还是一样要追踪啦 还是要追踪说 到底将来怎么样 因为现在大家想知道 是说比方说 我们一般生病之后 都会有抗体嘛 对对对对 面对这款新型病毒 其实有太多未知了 对 甚至你可能以为他好了 然后没多久呢 他甚至是没有症状的情况底下 又传染给其他人 也许有可能 有可能 像我们的流行性感冒 你看我们流行性感冒 有时候每年都在变动 像我的话 我是第一线医师 像我每年的话 到了大概秋天的时候 厌房就要求我们第一线医护人员 一定要打流感的疫苗 对 来让我们有抵抗力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 然后到了这个病毒 你治疗前例 前一后 那就有一些抵抗能力呢 还是将来会再发作 我想这一带 这个方面我们还在观察啦 毕竟它算是一个新的病毒 对 好 现在回扣到我们的主题 刚才提及到 其实没有消息 真的是好消息耶 而现在呢 又有更多的好消息 慢慢传回来 比方说这个邮轮 其实现在好像很多人 都不敢在这儿游轮了 因为你不知道呢 什么时候你可能接连 很多国家拒绝不让他靠 就完全都靠中央空调 其实我们是蛮担心说 如果在这种环境 就就地隔离 其实的确会增加感染的人力 所以当时我在看新闻 我看到钻石公主号 它还是有个时间 可以让那一场人 去加班 到加班去活动啊 呼吸 新鲜的空气动一动 我想这是好的 不过就是说 如果你就地隔离 就是 我看今天看到 案例有两百多位 哇 的确是蛮多 对 是蛮担心的 所以现在如果你比较幸运 你当时在booking房间的时候 你订的是 刚好是有加班的 可以有阳光透进来的 可能你感染的风险 相对会比较低一点嘛 因为会随时开窗 然后风气会扰动 所以病毒分子可能会被打散 但如果你比较没有那么幸运 你当初订到的是内藏 没有窗户的 你必须要吸收是中央空调的空气 你可能中标的几率 相对就会比较高 没错 对对 但反正现在整艘船 都已经变成孤岛了 所以只要是人挤人高密度的情况 底下感染的机会就很高 现在源头找到了 好 WHO在昨天晚间的最新 我们看到这张手办 源头到底是谁 其实也是在大家意料之中 因为好像中国人很多都喜欢吃野味 特别是在广州这边 你看到原来都是他惹的货 它是什么蝙蝠 它其实也是蝙蝠当中的一种 它叫做菊头腑 然后是菊花的菊 然后身上就验出超过500种的冠状病毒 这一次的病毒跟之前SARS 其实都是冠状病毒 那这一回这病毒也是寄生在病人身上 医生你怎么看 你刚才跟我讲说野味都不要再吃了 拜托大家 现在印尼还有人在吃野味 其实在我在看诊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我都定义我都患者说 其实野味就是因为我们都不熟悉的 不然是蝙蝠不然穿山甲 还有一些蛇啊 就是有一些 当我们大家都不熟悉的 就是我想还是我们要小心 最好不要吃 所以这次就蝙蝠就 因为像冠状病毒 因为我们以前 在这次发生以前 我们都知道说 哇冠状病毒有那么多种 有六种又传染 人的疾病 对 然后可是从2019年12月之后 我们家又多了一种第七种 就是新型的冠状病毒 然后现在都我们世界卫生组织 还是告诉我们说 它是来自这野味 来自蝙蝠啦 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不熟悉的一些野味 最好 最好不要吃啦 好那我提外话 我问一下医生好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去华西街 比方说去万华那边 对对对 喝血糖吃血肉 对对对 那你自己本身 你觉得OK吗 我我我我没吃过啦 我没吃过 我想那是一个观光 不过就是说 我想它那边就是要 就是要注意 就是要 要卫生方面要注意 而且要完全煮熟 对 肉完全要煮熟 可是血里没有办法 让它完全的熟 我是不敢吃啦 不过这个 这底下蛮注意 不过我相信叶者 因为他在那边很多年的 他一定有他一套的一些 通煮方式 还有一些卫生的方式啦 不过如果说 那个是 那可以如果说我们到野外 这很不熟悉的一些野味 就说而且不晓得 业者的卫生条件 他怎么控管 最好都不要碰 医生本身对吃的 其实也蛮讲究的 那除了这些野味之外啊 因为现在就是说 其实他们分布在中国很多 然后世界各地 这蝙蝠都有 比方说非洲中东欧洲 都有这一款橘头糊嘛 那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好奇说 真的是有人敢去吃蝙蝠吗 那如果我不敢吃 我又得病 是不是中间所谓的宿主呢 中间途径是什么 现在呢 还是一个位积数 只能说不要碰野味 是比较安全啦 那医生除了野味之外 哪一种东西 其实尽量都还是不要碰 比如说内脏 动物的内脏 你建议吗 对啊 因为其实从医学角度 我们都建议说 如果说我们要吃 就算是我们鸡肉 猪肉 牛肉 羊肉 特别是猪肉要煮 对 就是说 对 全部都要煮熟啦 那就是说 我们建议说你吃吃肉 就是说尽量说 我们少吃皮 少吃内脏 因为其实我们的一些 外来一些毒物 像一些重金属啊 一些环境的荷物 像多粒联本 大药性 都容易沉积在 我们这个内脏组织啦 所以说如果 以我们一个 毒科观念来说 我们是建议说 最好皮不要吃 脂肪组织不要吃 内脏都不要吃啦 就是说 如果你要吃鸡 又吃鸡肉会比较好 对 就吃肉本身 肉啊 对 脂肪那些尽量都是 脂肌啊什么最好都不要吃 对啊 因为脂肪的话 就是说 之前大家讨论了多粒联本 大药性 这种环境荷尔蒙 它容易沉积在 我们的脂肪组织 所以最好就是说 如果你为了健康 但是说 你只吃瘦肉啦 对 内脏皮啊都不要吃 好 医生我还要问你 其实今天很多人 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是 为什么蝙蝠不会中标 你蝙蝠那么毒 你有五百多种 冠状病毒在身上 你怎么都没事 对对对 那为什么我们吃了 我们接触就有事 我们人体不是有代谢机制 对 我想说我们的蝙蝠 有可能是 它自己有 它一些免疫能力 所以可以跟一些 冠状病毒有五百种 可以跟它和平共生 我想我们毕竟人 还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一些免疫力 所以这次的新型 冠状病毒 为什么一来就那么严重 主要是它是个新的病毒 所以我们大家都 没有一些免疫的能力 但是说一来的话 哇大家就就蛮严重 像你说是新的病毒 可是跟SARS 我们其实是有前车之鉴的 因为这款病毒跟SARS 似乎相似度是高达 75%以上 所以我想问医生了 很多人都说 反正SARS跟这一回的 COVID-19 就是新的命名 这两款病毒 武汉肺炎病毒 他们反正都是冠状病毒 那我疫苗可不可以共用 反正他们源头 也都是蝙蝠 那我干脆就是从SARS 的疫苗当中 当年的解药 去提取这一回的解药 你觉得可以吗 对 其实现在全世界医生 还有全世界科学家 就在找这个答案 就在找说 哇我们新型的 这冠状病毒 将来赶快 大家都分离出来 那个病毒 病毒株 被分离出来的话 大家就根据它结构 它一些细微的分子结构 来想说 将来我们怎么发展它疫苗 或将来找出一个 可以一些对抗病毒的药 因为它是冠状病毒 所以全世界的医生 还有全世界科学家 大家都找这个解答 目前还在找当中 我是期待的 未来的话 希望有一个很有效方法 最好说 可以让我们打疫苗 或者说可以治疗 所以你看 最近这两三礼拜 有时候媒体会报道说 某个国家 它用哪一些的 一些基维酒疗法 一些抗病毒 加上什么东西 干扰率还是什么样 感觉就 有一些人就可以康复 或者说用了什么新的药 抗病毒药 就可以康复 不过我应该再说 那些都纯属个案报告 就说将来你要评估说 一个药到底哪一个药有效 还是要做很大规模的一些 一些人体实验才能确定 我很期待 我想说 我是第一线的医疗 照顾人员都很期待说 将来我们的医界 可以找到一个方向 最好说可以打疫苗 对 让大家有一些保护的能力 而且刚才袁医生 其实有稍微透露一下说 他未来是有机会碰触到 这些病患的 比方说现在台湾是18例嘛 即将出院的已经有两例了 那现在医生 你未来还是有机会照顾到 不管是重症也好 轻症也好 甚至疑似病例 你都有机会会做到解除 我相信不管是我 就是说像我本身 我是肾脏科医师 我们也是内科医师 像相信在台湾的各个医院 大小医院 只要是医生 我想未来 就是说 我们都希望说 这次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中央指挥中心 他做得很好 对 就是说我想是 是做得蛮不错的 守住 然后我们期待说 继续维持 不说 不说我相信 这样很多医院 其实很多 因为包藏医院 其实大家都在准备 内部都在准备 就是说 将来怎么样 要怎么做 其实大家都在准备当中 不然我们还是希望说 大概我们政府可以守住 大家医界 还有政府 配合政府的领导 我们一起守住 不要让它扩大 医生是肾脏科的权威 所以你觉得这款病毒 会攻击人的肾脏吗 会导致器官衰竭等等 有可能吗 有可能 所以你看 这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些 病例的一些分析 他有发表一些 一些逆科的很前威期刊 包括人生 还有包括扎马 就是说很多很重要的期刊都在发表 他就在分析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那有一些 就是武汉他们医院的医师 他们有分析他们一些报告 他说 当然说肺部 当然是主要的攻击目标 可是到最后有一部分人 哇 他肺部两边肺炎很严重 那两边 成人呼吸 肺部阻症后勤 然后有些病人甚至休克 还有肾衰竭那些都会 所以到了最后 刚开始 这个武汉的一些病毒 是攻击肺部 然后可能到最后的话 可能前身器官干肾什么都会影响 所以肾脏也会影响 在你全身在流通 对 然后 肾脏的话 你觉得可能会出现什么样子 有可能会有肾衰竭啊 所以目前的医学报告 也告诉我们说 将来就是严重化 可能也会有肾脏衰竭 多重器官衰竭都有可能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大 就是说 严重化的确是蛮严重 所以你看我们从 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 还有从媒体的资料 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次的 一些新型冠状病毒 它有一些死亡的个案 对 死亡还是蛮多人的 就代表说 它刚开始是肺部 可是到最后有一部分 是前身器官都衰竭 所以因为它其实还是有分 轻症跟后症的 就比较可能重症一点的 你可能就会导致 你最后全身器官 都没有办法复合这款病毒 但如果是轻症的话 可能还没有到肾脏 你就差不多好了 对 还是要看情形 对 没错 它还是有分啊 就是说 牛症 就是说感染这个病毒之后 它有一些人 看这些媒体委的报道说 有一些是没有症状的 对 然后有一些是轻症 然后有一些是重症 是 然后有一些甚至重症 还有一些死亡的风险 都有啦 对 好 医生我这个数据 我要问你了 现在根据我们 BBC中文网的一个 美国医学会摊 最新的一份数据 它说大多数的病例 都是出现在 40到59岁的中年人 对 然后你只要年纪小于39岁 其实患病 大概患者就10% 幼童 Baby 小孩 新生儿 可能中标几率比较低 你怎么看 不是应该赶过来吗 可能就是小朋友 比较容易受到病毒 对 反而是现在小baby 好像比较不容易中标 对 因为其实我有看到 那个报道 对 没错 大家都在分析说 这次的性型冠状病毒 感觉上有一些 都是一些 年纪比较大的男性 对 就一些作者他提出来解释 有没有可能这些人 都抵抗力比较 就免疫能力比较强 所以当然遇到病毒说 它一些反应也比较激烈 然后他有看到说 那孩童感觉上 比较温和一点点 不过应该说这还有待观察 有待观察 那当然说 他文章中有提到说 不过说到目前看 孩童病例比较少 有没有可能他比较少做一些 一些病毒的检验 对 我想这方面还有待观察 不过当时有些疾病 有些疾病的确他会说 你孩童时候发病 不要轻微 成人时候发病 还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医学上有蛮多 这个疾病所以这样子 对 的确会 然后到底可 因为这毕竟新型冠状病毒 它是一个新的疾病 然后到底将来会 是不是这回事 我想需要更大规模的观察 才能知道 另外一个重点我要问了 最近陈慕隆医生 他在自己脸书上面 PO出那么一个PO文 他说 请台湾人也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还是有机会出现社区感染 现在没有 现在守这个数字很漂亮 18例都没有往上攀升 守住这个防线 但是医生你也认为 有可能会出现社区感染吗 到目前为止 应该说我们国内 没有社区感染 对 就是说我想这是 国人之福 没有社区感染 就是说我想我们医界 还有政府也不要掉以轻心 就是我们还是要全力的准备 所以像你 比如说我在长庚医上班 对 而且我们 其实我们长庚医不管 我们的医事人员 或医事医生 大家就是说 大家都会 就是按照我们的中央指挥中心 就是说每个病人来 我们都会问T O C C 什么叫T O C C 就是说我们会问说 你的那个旅游室 比如最近有没有去中港 可是现在不是旅游室 已经没用了吗 因为其实之前还有专家说 旅游室为什么没用 是因为我们台湾应该进入 下一阶段的防疫了 因为像现在新加坡 泰国 香港 都出现社区感染 那其实好像防不胜防 不过台湾还没有社区感染 我想T O C 还是蛮重要 所以我们在 第一线医护人员 我们这样T O C 第一个T就看我们旅游室 然后第二个是O 我们就看职业 职业 对 像occupation occupation 所以我今天早上 我在看诊时候 每个我老病人来 我都会问他说 你做什么工作 但其实不是因为 只是兴趣问 真的需要针对他的职业 就是有些职业是高风险 例如哪一个职业是高风险 医生就高风险 对呀 就是因为你第一场 别说在机场工作的 有些工作就会啦 对 就说职业我们会问 然后C 会看接触室 对 所以我们会 我在看门诊 我会问啊 你说 没有去过中港澳 然后我会问说 家人有没有 最近从那边回来 有没有好朋友 有没有跟他接触啊 亲戚 接触室也很重要 对 然后第四个当然说 目前我们还没有 有没有可能有社区感染 目前还没有 对 就还没有 就说 所以在医院我相信 现在各大医院啊 不管医院还诊所 医生 医护人都很 都都都都很紧张 其实都很注意啦 就说每个病人来 我们都会问 TLXX 然后我们还会问什么呢 有人会问说 会注意看 有没有发烧 这发烧还算是一个 症状关键嘛 因为有人完全没有发烧啊 这只有人 只是流鼻涕或腹泻 也是中标 那你怎么看 为什么只能看发烧 我们都会 我们会问发烧 我们也会问 有没有一些呼吸道症状 然后有些人 像新开一学期刊 他在一页底时候 有发表说 德国一个案例 他是还没有症状 就可以传染给别人 对 所以说 都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 全面 所有可能性 都要把它守住啦 包括TLCC 理由室 接触室 然后职业 还有包括有没有发烧 有没有上呼吸道症状 还有其他什么症状 我们都问 所以我们希望说 就是因为他算是一个 新型冠状病毒 是个新的病 新的病毒 那到底会怎么样 会怎么传染 有没有可能是说 真的干起来 的确有可能没有症状 就可能会传给旁边的人 那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们大多 就是 就是 我们在第一线医疗人员 就是说 就尽量把它守住 就尽量把它守住 就是不要让它 到目前 我觉得我们政府 中央指挥 做还不错 目前这个速度 还守住 就是 既然大家一起努力 一届 还有政府一起努力 好 再一次提醒大家了 其实我们今天 都是开放给大家 打电话来提问的 所以如果你有关于 疫情的相关的疑惑 比方说 你觉得你身边 有人在咳嗽 你会怕 又或者是开放式的 办公室 你也会觉得很担心 或者是说 类似的防疫相关 疫情的话 你都可以致电我们 零二七七四五九八九一 我们都会请林医生 帮大家做解答 好 稍后呢 我们会探讨更多 关于这一次 新型病毒的知识 所以请大家持续锁定 我们先休息一下 现在已经有民众拨打电话 我们欢迎新店的 王小姐来提问 你的问题是 医师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我最近有很多朋友 都在用酒精之外的消毒水 那我有听过的 有次氯酸水 白银子 什么苏克氫 水神都有 然后他有的 甚至产品还强调说 三十秒内会还原成普通水 然后不用冲掉 然后我甚至还有 看到我朋友 直接拿那个消毒水 喷小孩嘴巴 然后网路上 也有文章在教大家 这样数口 请问这样是可以的吗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跟你报告一下说 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新型 冠状病毒的传染途径 它有飞沫传染 跟那个接触传染 就是说要预防飞沫传染 就戴口罩嘛 然后如果要预防 那个接触传染的话 就勤洗手 我以为医生你要讲说 戴手套 没有 但戴手套其实没用 就要去清洗手 就是说如果你看 我们世界卫生主 包括我们的一些CDC 也是说 如果说我们到公共场合去 或到医院看诊 医院手摸到什么东西 担心有病毒在那边 就我想就清洗手 最重要 然后洗手的话 还是建议说 用肥皂水是第一优先 那如果肥皂水没有的话 当然说我们就可以用 对 清水就是肥皂水 我想就有效 那如果说刚好我人在外面 刚没有肥皂水 那也许你就可以用 75%酒精 所以就可以用干洗手 像比如我这个手上 就75% 也许就喷一喷 医院怎么喷 你可以示范跟看一下 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喷一喷 手背都有 对 就喷一喷 然后也不要喷太多 然后就揉一揉 然后尽量说至少20秒 不要说马上喷 马上离开 对 就说让自然干 我想那个用肥皂水洗手 是最优先 那如果真正没有肥皂水 也许你这人在外面 就用干洗手 用75%酒精 因为像前阵子 我们从新闻上 我们也看到说 有时候用75%酒精 买不到 然后我们有公司 有些人想说 我去买一些浓度比较高的 95%酒精 然后再买买 4比1来买 变成75%左右 那也OK 然后我看到说 刚有在问 所以打电话来问说 次力酸水 就是想说 像一般上我们都 环境的消毒 我们大家还记得说 像肠病毒 这个环境的消毒 地板消毒 马桶消毒 大多会用漂白水 像漂白水 它是次力酸钠 所以漂白水 你要来消毒的话 大概一般我们的地板 我们都是一比一百 来消毒 不过漂白水 次力酸钠 它本身是 它披时带死衣舌 算是比较强碱 要满注意它 对皮肤有刺激 这要回复 还是要戴手套吗 要要 就是你要自己 要泡漂白水的时候 一定要戴 对戴眼镜 戴护目镜 戴什么 穿长袖的衣服 不要碰到自己 然后可是现在 有一种产品 就像我们的 就是小姐打电话来问的 就是说 有一些次力酸水 它跟次力酸钠是不一样的 它 它披时大概在 五六是弱酸 所以它也可以用在洗手上 PH值在五到六 对对 所以它也可以杀菌 因为我们的新型的冠状病毒 其实因为我们病毒的话 应该说 有一些是有带一个 外面套模的 叫Enverlo 然后有一些是没有膜的 然后冠状病毒都是说 它是有个膜的 有膜照住它 对 所以你要膜的话 你要杀菌 你不管是用酒精 用次力酸钠 次力酸水 我相信都会有效 像我们肠病毒的话 大概你就要用漂白水 比较有效 你用酒精 可能就没有效 刚好冠状病毒 它有那个 有个外膜的话 所以你用那个次力酸水 或者说什么 漂白水 或75%酒精 相信都有效 可是 刚刚有在问说 有讨论到说 就是说你用来当做干洗手 第一选择它是肥皂水 那如果说你要当干洗手 是OK 可是你不能说 用那个来喷小朋友嘴巴 直接粉丝不行 也不要啦 对 那也不要说 你在用的时候 把它碰到来喷 接触到我们食物 也不建议啦 这样是太over了 太超过了 好 医生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 有人说 我现在酒精已经买不到了 酒精棉片我买不到 那我直接买工业用的酒精 然后回家可以吗 对 就是说一定不建议啦 就是说我们的 所谓酒精 就是乙醇 就一砂脑乙醇 而且酒精你要用的话 就是浓度要在70%以上 才有砂精的效果 然后就说 在用 像我们 我手上拿这瓶 大概就75% 这种浓度就OK 就刚刚好 然后可是现在大家都买不到 然后又想说 你用比较高浓度的95% 就要稀释 那就是说 如果说刚刚主持人在问我说 可不可以说 我用工业用酒精 哇 工业用酒精就要很小心 有一些工业用酒精 其实它是甲醇 对 它不是乙醇哦 它是甲醇 那有什么区别呢 那甲醇是有毒性的 当然说它也可以杀菌啊 可是我们不会这样用 像我们在医院 我们也是用这种75%酒精来做一些什么电脑 也表面的一些作者清洁 所以你用那个甲醇的话 万一不小心吃到的话 就是我们想说甲醇 它其实它有毒性 它可能会引起什么代谢性酸中毒 器官衰竭肾衰竭 这反而会有危险 对对对 所以工业用酒精 我想不建议了 就是说你还是买 就是说我们的 要马上买95%酒精来吸食 就是说环境 但是说你环境 比如说你的马桶 厕所地板 就是环境消毒 就用漂白水也OK 你就用一般漂白水是OK的 但是如果说工业酒精的话 还是尽量是不建议大家的 那其实除了酒精消毒之外的相关问题 也欢迎大家呢 call in进来 0277459891 有任何关于防疫上面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请教一下严医生 甚至医生刚才也是现场 帮我们做示范喷酒精 怎么样消毒至少二三十秒以上 会比较妥当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到现场 我们刚才在广告期间 我们稍微讨论一下 因为医生说 他其实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 之前不是有一些电影 一些他们会直接受伤的时候 然后就喊一口烈酒 然后喷在你的伤口上面做消毒 所以医生说其实 不一定有用耶 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们用酒精 用乙醇来消毒的话 你至少浓度要70%以上 70%以上 百分之70%以上 所以你看你要 你说你用烈酒 你要看浓度多少 像其实烈酒 像我们啤酒 大概一般就5% 对 10%以内 对 那比如说红酒的话 顶多就10 高一点点 可是你们很高 像我们进门高粮 58度C 有58度 也还没有达到70% 那也许我不知道国外是不是有更强的 更变的酒 对不就算你超过70%好你把它吸食啊 大概70% 可是我觉得还是很浪费啦 有一点 一大吃喝的又贵嘛 对对 那去稀释 对对 是不是 也是不建议 而且你的酒的话 其实它除了我们的乙醇 还有蛮多一些其他添加物 加了这么多添加物 我不知道它到底杀劲效果怎么样 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一些桥段 在好莱坞店有看到 在现实上 我想是不能用的 对 刚才我儿子还传来同事在问 就楼上同事在问说呢 我可以拿金门高粮洗手吗 医生说 不塞 因为它是大概58%作弱 所以没办法 又浪费 对 而且你金门高粮也很贵啊 那你要用来杀那个新型冠状病毒 你至少要70%以上 我不建议啦 而且我们的酒里面 其实它不止离春 它有蛮多添加物 还有糖啊 对 然后加了这些添加物 到底它的杀劲能力多少 对 也没有人做过研究 而且我刚才特别啊 因为医生一讲烈酒 我立刻就说 烈酒那会不会到时候造成 抢购烈酒的风潮 去查了一下 包嘎大概也是35到45%之间 威士忌大概是45%到50%之间 所以都没有达标 对 分不到70% 对 不建议啦 所以越酒 不建议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探讨 手版的部分了 有人说这个病毒 好像很狡猾耶 甚至我们现在都把这个病毒拟人化 说它是阉割过的SARS 为什么说它是阉割过的SARS 因为它没有SARS那么狠 致死率那么高 但是它传播速度又很快 甚至有人说它是隐形的病毒 因为像医生讲的 刚才也有出现 没有症状嘛 那所以这个病毒的 未知的领域还太多了 我们稍微对比一下好了 这医生到底具体讲了一些什么呢 他说呢 其实这个病毒的潜伏期也很高 甚至呢 现在已经最长有42天的潜伏期嘛 然后致死率大概是2.1% 还在不断下修 它很狡猾 但是它不狠 因为致死率很低 但是SARS的话呢 潜伏期大概是2到10天 昨天挡住了 2到10天 致死率还有来到10% 所以它致死率呢 其实是它的5倍 比它高很多 医生你怎么看 我们这个标题你看哦 我们这个COVID-19这病毒呢 是阉割版的SARS 而且是加强版的流感 所以它是介于流感 跟SARS之间的新病毒 你有觉得它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吗 对 我觉得不能掉以轻心啦 就是说我觉得 它那个标题 那个新闻标题是蛮有创意的 对 它是一个比喻啦 所以说我作者为什么会这样比喻 他只是想说 它是用死亡力来看 对 死亡力单纯从这种情况下 还有我们这次的武汉疾病 其实都是属于冠状病毒 对 那冠状病毒我们来看的话 SARS的话 其实它死亡率大概在10%左右 是 对 10%左右 10%左右 大概另外一个病毒是2%左右 对 像这个我们冠状病毒的话 世界卫生组织 认为说大概2%左右 然后到时候我们有看到 最近有一些很有名的期刊 包括Lenset 包括加码 有时候我还会看到说 从武汉的一个医院出来 它分子分母 就是只有那个医院的经验 比较严重的 有到15% 有到11% 都是不一定 对 还有到4点多5% 就不一定 它数字还是波动 对 还是波动 不过以世界卫生组织 它退过 大概就这样组成成2%左右 像我们的流行性感冒 所以流感就是说我们大家 我说很多民众都很有概念 就是说在秋天到还没有 天下没有人之前 大家都会打流感疫苗 像流感的话 死亡率其实蛮低的 对 就0点多percent 所以大家就会说 哇 这种新型的一些冠状病毒 到底它跟我们的SARS比 感觉死亡率表面那么高 对 可是我觉得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它传染能力很快 是 它传染很快 所以你看 你看它到目前为止 哇 它那个影响人数 已经超越SARS太多了 对 而且每天都要上升 对 它每天都是让大家觉得 很担心 是都是几千例 再新增嘛 好 稍微要打断一下医生 因为我们线上其实 还蛮多人想提问的 我们先欢迎土城的许小姐好了 你有什么问题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消毒一定要用 要用漂白水跟 跟那个酒精吗 不能用普通的消毒水吗 普通消毒水 就是 哪一种普通的消毒水 就是像我们那个沙威龙 还是那个 激露那种啊 对 那种消毒水不行吗 大厂牌的消毒水 对对 因为真正有建议的 用那个比较好啦 就是说 我想说 其实用漂白水 稀释 一比一百来消毒 就是在医学上 我们在医院也是这样子做 然后或者说 用这个75%酒精 那是算是比较 有一些 有医学资料的 然后在外面 就是说 你买到一些消毒液 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大家还是要注意 就还是 我们在 就以医院来说 我们还是想说 用漂白水 对 然后还有用一些 75%酒精才最重要 不过还是要提醒啦 就是说 如果大家担心一些 武汉病毒的一些 什么接触传染 我想第一个 就请洗手 肥皂水 才最重要的 如果说我们到餐厅去 还没有用餐之前 你不一定要 喷喷消毒液 就用餐 我应该说 直接到洗手间洗手 用肥皂洗手后 再用餐再吃 这样会比较理想 医生的结论不是说 你这个不能用 这个不能用 他是说 比较建议说 是用这一款或这一款 还有就是 其实你用清水洗就OK了 那至于说 要不要加其他 大厂牌的消毒液 就是看个人啦 但总之你用清水洗 也是五毫 对对 就像我们世界卫生组织 他特别在武汉病毒 这个官方网站 他就说了 其实第一建议 还是用肥皂水 肥皂水是No.1 那其他就是参考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 是台北这位谢小姐 请问有什么问题 教授你好 我是在台北市上班的 上班族 好 那我们每天 也都照着指示 就是每天都戴口罩 请洗手 好 对 做批 那现在我有个问题 因为就是我们女孩子嘛 那我们那个头发的部分 要怎么办 头发的部分 对对 请问他病毒 会在头发上面 大概停多久 或怎么样 因为一般我们都有 这方面的尝试 就是说多久他 因为头发也不能喷酒精 所以我这样请教医师 这个部分 我们个人卫生上面 要怎么处理 所以对于先生这个问题 我可以把它解读成是说 如果有一些人觉得冬天 或是女生坐月子 他不洗头 那怎么办 那如果说我刚好又是在医院月子中心嘛 是有些病毒 那我要怎么消毒 头发会不会导致说可能抱小孩的时候 然后这个发烧这边碰到baby 对对对 会不会baby就因此会感染 对啊 因为当然说我们要头发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还蛮重要的 而且很实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般上我们大不可能 你不可能用漂白水放在头发 也不可能说用放酒精 就是说都担心引起一些漂白 一套刺激 酒精的话 有些人也会有一些过敏反应 大不能 就是说我想如果说我们民众 今天就是说你到医院看诊 或者说陪这样去看诊的话 会来担心说 搞不好我头发长发 有可能会这样就回家 或者就就就赶快洗头了 对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跟沐浴乳会有关系吗 你刚才说现在不是很多大牌子 都强调说杀菌啊 消毒沐浴乳洗发精 那我现在要去锁定那些牌子买 还是说你觉得根本不需要 肥皂洗也可以 对对对 我想一般的沐浴乳肥皂也OK啦 你不一定要买 像我们有一些 像我们有一些洗发精 还有一些什么 还有一些 含有一些沐浴乳 有一些沐浴乳有一些沐浸的成分 然后有一些是什么属于山粒沙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啦 甚至我们有听过说 有人想说 有没有可能我到医院去 或到公共场所去 有没有可能我的衣服 有没有沾到一些病毒 对 那回来怎么办 我们像昨天就有些什么香港的学者 他说 你可以如果说 可以考虑用什么漂白水泡泡 才丢到洗剂里面洗 不过我想这其实 其实也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你白色当然可以 那如果原原色呢 会掉色啊 对会掉色啊 对 然后而且如果 如果以医学来看的话 这种冠状病毒 它只要温度高温 56度30分钟 就可以把它杀死掉 而且我们现在人 有时候我们洗完衣服 我们会烘干 在烘干高温 其实也可以把它杀死掉 不过这些问题 我觉得都还是蛮重要 对 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对 好 那我们先进广告以下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探讨 疫情的第一首报答 我们新闻市的郑先生 好 回到现场 我们新闻市的郑先生 您已经在线上了 请说你的问题 你好 嗯 请问你好 我想问一下 是 就是我们叫做口罩 实名字嘛 对 嗯 那如果说我真的 买不到口罩 嗯 那我现在比如说 排到哪里口罩 是 那我可以一直 就是一直盛 一直用嘛 差不多两三天 从一个口罩 他说什么 所以 从一个两三天来戴 对 所以我觉得 政协认对这个问题非常好 大家都想问 也是大家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说 现在我们的口罩实名字 就是一个礼拜两片嘛 嗯 对 就说 就基本上我们都认为 理论上 我们的外科口罩 应该说 你今天用完后 大概就是用完就丢 差不多要丢了 对 不需要放那么多天啊 就说 不应该这样说啦 就说如果我们是 我想我们政府也是在 强调呼应说 如果我们是健康人的话 对 我要去路上走路 或者说空旷地方走路 公园 是不需要带啦 就说 除非说我健康人 可是我要陪家人去看诊 那当然就带一下 那 可是如果说本身是有慢性疾病 比如有气喘的患者 COPD患者 或什么洗肾患者 你来医院 我是建议说 你最好要带啦 就说有慢性疾病要带 可是 如果说健康人在 户外活动 那就不需要啦 对 所以说以这样来看的话 就说 我想我们政府 他应该是在算 就说 就是口罩我们还是建议说 你用完 就说 大概不死 你要用大概那么多天 两三天 我想是太多 对啦 极限是一天吗 你觉得 所以像我本身啦 我跟 我跟证刑报告 我本身也是在医院上班 但是我有工作 我有些是门诊 有些是洗身室查房 看病人做检查 但是我 我本身的话 因为我是地线照顾的 我们要把关 就是说 我们这一天 我是用一个口罩 就连前线的医护 人人一天都一个 但是因为你们本来是 高风险群嘛 那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 你会建议我一个口罩 用两天 你建议吗 OK啦 我觉得 因为我就是用两天 对 像我本身的话 就比如我在看诊当中 一般我 我就是用一个口罩 可是如果说 我在看诊当中 因为有时候 我的病人都是一些 慢性患者 有时候他咳嗽 或者什么鲁鼻涕 碰到我的口罩外面 你就会想换 我一定要换啦 因为如果没有换的话 将来的话 会怕 把那个病人 也带个伤害的患者 对对 我们要蛮注意的 对 好 那讲到口罩了 我今天特别整理了 一个懒人包 现在呢 在上班的时候 有一些同事 比方说我自己的同事 他是戴两层口罩的 刚才有私底下问一下 医生说 其实不需要 不用戴到两层 而且密不透风 你可能呼吸都很困难 戴一层 医疗级的口罩都可以了 对啊 我想外科口罩就够了 你不需要 因为我们一把外科口罩 他就有三层 因为颜色在外布内层 所以他就可以阻隔掉 不需要 来两层 两层 那甚至有些人想说 我去买N95口罩 会不会比外科口罩更好 我想还不需要 还没有到那么严重 对 N95口罩你还是留给 正正病院理病人来 我们要照顾病人所来用 好 那这个呢 有人说用女生的 卫生用品 然后呢 黏在我的口罩那层 戴的話會不會其實它是可以過濾有兩倍的效果 醫生你是覺得如果是你你應該不敢嘗試 我覺得就是把女生護墊放在我們外科口罩的內眼 所以說外面的人大家都看不到 我想說這觀感不好我是不做 我真的不需要啦 就是我想我們還是一般啦 而且女生護墊其實它裡面有一些成分 就是有一些還有方向劑還有一些色素 有沒有可能引起一些接觸性的過敏反應 可能臉反而會過敏 都還沒有消毒之前自己之前被感染 還有乾洗手到底有用嗎 剛才其實很多人想問的都是跟消毒有關係 但是酒精嘛 那一般市面上面不是都送你這樣小小一罐的 乾洗手 你覺得應該隨時帶著它嗎 乾洗手的意思是ok啦 就是說我想乾洗很多都75%酒精 所以就是說如果當然你剛好人在外面 你沒有一些肥皂水沒有洗的可以洗 就乾水是ok的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說 我們在看診的時候其實有一部分民眾 他皮膚是對酒精會過敏的 所以說你是屬於那些少數人會對酒精會過敏的話 有時候你碰到酒精會有一些接觸性皮膚炎 會發揚啊 會有一些發揚反應就不要用 所以有些人喔 他就像吸到酒精的味道 有時候會覺得胸悶呼吸到不舒服 因為比較刺激 對對對 就說還是要注意 就說像酒精70%有用 不過如果你也屬於那種 少數敏感濁情 那就不要用 還是用清水 對對對 就肥皂水就好了 好醫生我還有這個問題 因為最近不是出現說很多是供鍋 比方說我跟家人一起去吃火鍋或吃燒烤 結果變成集體都中標 你會建議大家在這個時間點 比較敏感的時間點去吃 比較要多人用餐的 然後說要供鍋的火鍋 燒烤 BBQ 你會建議嗎 對啊 我想我們大多 就是說主持人會有問候這個問題 主要是大多看到香港的新聞 對啊 一個有一些代言 有一些病毒的 大家一起吃火鍋 然後同時就好 很多家屬一起 因為吃火鍋的話 有時候就是供鍋 然後就是東西都地來地去 那有沒有可能就增加一些什麼 接觸傳染 或什麼飛沫傳染的機會 的確有可能 因為 像香港那邊不一樣 它是有一些社區的感染 那黨就會 不過大多很多民眾看到那個新聞 會擔心 就擔心 我想說如果這件事 大家會擔心 我想我們這個期間 我們就盡量再加一次 自己煮不錯啊 對啊 自己在家裡煮 買東西回來也比較健康 我也可以知道說 我要吃什麼東西 對 在家裡自己煮來吃也不錯 所以大家難免會擔心 只是說醫生也說 反正你在家裡煮的話 你還可以自己把關一下那個食材嗎 那碰過誰接觸過誰 或者是 像是蔬果可以多洗幾次嗎 如果真的會擔心的話 對 所以在食物上面呢 現在還沒有出現 我們的社區感染的情形底下呢 大家還是不用太緊張 對 在公共場合還是可以去的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守得住 並沒有社區傳染 對 對 我想這是 就是還是要守下去 對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也歡迎大家呢 持續打進來 問問題 看電視 學知識 其實剛才呢 有一位小姐打電話進來 但是斷線了 但她想問的問題 其實就是她口罩放五年 還可以再用嗎 醫生 四五年過保存期了 好嗎 但有時候要下來吃個飯 拉下來喝口水 這時候可以直接帶回去嗎 還是你通常會怎麼保存你這個口罩 因為現在口罩很珍貴 對啊 沒錯 因為其實現在口罩的話 其實我們都 我想像醫生的話 我們都供體磁檢 就是說大家都想說 要好好愛護這個資源 像以我來說 比如說我早上 再看一個門診 像一個門診 大概四五個小時 有時候中間 我想說 想說要喝口水 然後我就 我也不會因為說 要喝口水 把口罩拿下來 然後我就換個口罩 這樣不行 太浪費了 我會把它拿下來 比如說我要喝口水的話 然後用衛生紙把它蓋好 用衛生紙把它蓋住 對 然後蓋住或保存好 然後喝完水後 再繼續再來 這樣是OK 這樣保存口罩的方式是可以嗎 OK啦 對對 然後我就避免說 把我口罩這樣往下拉 這樣喝水 這樣不好 因為怕說這樣是污染到 內裡可能就會被污染到 再乾脆整個拿下來 對 用衛生紙夾住它 對 而且外面 搞不好也碰到我的飲料 對 把它碰到我的水 對 你們現在收看的是 伊電視新聞台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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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